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创业的特质呢 不一定 当然不肯定是不是都是啊 要都是的话 那这事就容易了 这世界上大部分都创业者 少部分人是贫民 那不可能的 那我们清楚了这一切以后 那大家说 哎呦 郭老师这些道理我都清楚了 我也知道了 我回去也可以操作 按照你一操作 我以后也能赢 不一定 如果这些道理你听过了 你背过了 最后你也能操作得了 也能成功 那我说我儿子就容易了 我只要告诉他方法 他明天就成为伟大的企业家 一定不可能 唯一能够改变我们的 就是我们要练习反复的抗打击能力 这一点是任何人替代不了的 只能你们自己亲身去体会 感悟到了以后 在那种痛苦度挣扎中 磨砺了意志之后 你所学的技能才有价值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 我们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坐在这上啊 是不是你们甚至还可以在这个桌子上 可以跳舞这么大面积 应该都可以吧 但是我把它抬高一百米 你还敢不敢跳舞在上面 你就不敢了 你想的是我掉下来摔哪 是先摔脸还是先钻腿 当我们打击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在打击你 那时候你想的是 别人是打我肋骨还是打我眼睛 所以师父教学生的时候 在武术界 说老师我要向你学武功 如何把对方给扳倒 老师说好 那你去打沙弹一年 那对学生去了 打沙弹 练了一年沙弹 那回来了老师说 我一年沙弹打完了 老师说那好 那你再出去蹲马装 去学战马装一年 战马马装回来一年了 说老师这回该教我技能了吧 老师说你再出去 跳起来摔倒 跳起来摔倒 锻炼你自己抗打技能力 这个时候又一年 回来了以后说 老师这回该教我技能了吧 老师说技能很容易 就这样戴住他的手腕 抓住他的关环节 脚下轻轻一戴 他啪就倒了 他说你早教啊 你这当年就教我多好啊 这点事 让我费了三年的时间 他说如果我不练你 叫你这基本功 你手上没劲 腿上没功 你抗打击能力不强 你怎么能把别人扳倒呢 所以抗打击能力 是我们创业者最大的能力 谁也代替不了你 如果没有这种顽强的意志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即使你极有天分 极聪明 也不行 我常在思考 我们要选择那些勇敢 有智慧 胸怀大的人 作为创业者 作为我们未来培养的苗子 但是我一想 我在20岁之前我是吗 我不是 首先我在小的时候 胆子特别小 小到什么程度 每天下课 第一个会冲出教室 就是跑到草场的角落里 跟蚂蚁玩 因为我一下课 同学就经常会打我 他一打我 我就骂他 他骂他 他更打我 因为别人都有割 我没割 最终让我那个时候 体质瘦弱 人家感觉下课玩谁啊 说玩这个小子吧 玩这个小子 打他他也不敢关手 所以我因为害怕爱打 所以离远远的 总是下课第一个 跑到草场的角落里 跟蚂蚁玩 那么我每天最开心的事 就是尽可能的逃学逛课 去跑到少年宫去画画 蹲在那个学校少年宫 那个小黑屋里画画的时候 那就是我全部的世界 是我最幸福的 就这样一直长大到初中毕业 所以那个时候 我数理化 每年的考试 三科加一起 都是一百分 那么到了初中毕业之后 考不上高中 因为数理化成绩太差 语文呢 写二十个字里头 一定有五个字左右不会写 后来说考技校 技校也考不上 没办法 老爸说 你看你在家里头 已经没客可上了 所以不能在家里当帮流 去到极箭队当工人吧 这时候就帮我介绍到极箭队 当临时工 就干嘛呢 就是极箭队挖钩 每天早晨 到现场 给我们发 这个两米长 两米深的钩 挖完了回家 起个短的 上午挖 中午就回家了 我是早上挖 到黑天还没挖完 第二天又发两米 所以就这样 坚持的连两米 两米两米 每天早上我就记着 我就戴个黄巨帽 穿个黄胶鞋 拎着一个唯一的 我的工具铁锹 去现场挖钩 那个时候我发现 整个在极箭队里 就一个女生 就那窗户包裹员 长得有点白 所有的男生都挤过去 想跟她说话 我也想挤过去 后来发现 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后来我发现完了 我这辈子太低吹了 连这样的女人 都不会看上我 好就这样 我挖了三个月的沟 那个时候 我最羡慕的两个同学 毕业以后 一个接班了 去当了电工 每天早晨的时候 把那个皮带一系上 后面别着 螺丝刀和钳子的时候 我就特羡慕他 我说你看眼镜 裹银工作 电工 技术工人 还羡慕我另外一个同学 比我大两阶 部队转业以后 到工厂当了保安 每天搭肝帽一带的时候 我就感觉羡慕他 我要当兵了 我回来也能当保安的 但是这两个工作 都跟我无缘 跟老爸回来商量 我说你能不能也退休 要我接班啊 老爸说我才四十多岁 我怎么退休 哪怎么养你们 你看退休也没忘 所以是社会最悲催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 非常的自卑 不论是在体能上 还是在智能上 还是在性格上 最重要是内向 不愿意说话 你看是不是一个 最悲催的人 突然有一天 我的一个同伴同学 跟我小时候一起画画的 他突然到工地看我 说小郭 我上高中了 我说你上高中了 开什么玩笑 你成绩比我还差 你怎么能高中 他说是 我上高中了 我说什么高中 能把你给考上 他说职业高中 那个时候 中国刚开始开放职业高中 他说是专门画画的 不考文化课 我上学了 哎呦 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他说我以为你不去了呢 我立刻 我说你单紧给我告诉 哪个学校 我去找他们 第二天我就拿着我的画 找到了那个学校的 规划组的主任 主任一看我的画画 哎 好像真不错 这小孩画画天分很好 就把我介绍到校长 校长一看说 哎 这成绩还可以 这小的画画还真不错 说这样吧 看看给他弄个编外生 可以作为编外生 先上课 那个时候高中相对还是宽松 职业高中是什么概念呢 就低于普通高中 就是他的所有的学习成绩 都低于普通高中 就是专门为工厂 培养技术工人的 这么一个学校 但是最早的 你们现在技巧很多了 现在那个时候没有 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我那个叫 上了高中以后 我就疯了 我说再也不能回去 当基建筑工人了 那太惨了 所以最后要疯了式的学习 不就文化课补不了吗 我就专门学文化课 这三年高中 什么都不干 就把文化课成绩补上去 一定要考大学 所以开始 投学员梁居士股 一点都不过分 我们那个高中上学 我从家里走到那里 坐公交车 每天要倒三辆车 三趟车 一个半小时 一天三个小时 但是整个这个路上 我都在背书 就是死地硬背 因为那时候考艺术学院 考鲁迅美术学院 只考文科不考理科 要考理科我死定了 数学一科我也考不过去 到现在为止 财务报表我都不会看 好了 死地硬背 背文科 第一年 我就考了美院 我想我高一考不上 我再高二再考 我高三肯定能考上 第一年考完以后 果然我没背书去 因为文化课成绩 还是差了一点 我说好没关系 第二年 但是在这一天 回来以后 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班主任 是数学老师 他每天都发现 一到上数学课 我都低头看别的书 他就气得不得了 把我叫到了台上 所以小哥你上来 你不好好学数学 以后你怎么考工 我说我不考工 我要考大学 我考这么大学 你连考工你都考不上 你还考大学 你耗高误远 你今天考上了吗 我说没考上 没考上 你耗什么耗工误远 你 你不好好学数学 你有什么出息 就劈头干扰的 把我一顿使骂 我就站在台上 他不让我下去 那天我脸烧得不得了 怎么我就没考上呢 我去的串门就出去了 出去了我就想 我今天怎么就没考上呢 我看看我到底跟今年的成绩 差多少分 我就拿着成绩单 到了龙美 龙美说我还差17分 我说我还报了第二次院 中国医科大学 有一个医学美术专业 那时候就画解剖图的专业 那不是我要干的 我说我第二次院 我就看看 问问差多少分 我就走到了学校 中国医大学 正好在路上碰了两个同学 我说你们一美班在哪里 他说在哪个地方 你找谁 我说我想问你们 一美班的成绩是多少 他说我俩就是 我说你们成绩多少 他说考我们今年470分入学 我说多少 他说470分 他说啊 470分 我说我490多分 我怎么没入学呢 他说不知道 我立刻就找到了教研师 到学校教研师 我一问教育图长 我说你们今年一美班 入学多少分 他说470多分 我马上把我成绩拿出来了 我说你看 我490分 为什么不入学 他就不懵了 不知啥了 你是否志愿保错了 我说没有啊 你看我志愿填的 就是你这里啊 不知道 我立刻就找到了校长 校长不见我 我就站在那门口 那时候北方啊 我就穿着个黄胶鞋 穿个破云罗色的衣服 那个时候没有好看的衣服啊 就天天站在门口要见校长 校长不见我 我就联系 蹲了差不多有10天 这会儿那个秘书实在没办法了 校长就说 好那让那小子进来吧 进来以后 我就把我的成绩带拿给他看 校长也懵了 我再了解了解 又过了10天 通知我说这个成绩啊 确实今年把你给漏了 说不行你明年再考吧 我说哪有明年呢 谁知道我明年能考上啊 我说不行 我就必须今年上学 他说今天已经开学两个月了 没法上学了 而且入学是全国高校是同考 入学成绩单是必须经过国家批准以后 才有学生的学名额 你这个没有名额 你进不来了 我说那不行 那我就去告你们 我就去教育局去告他们 那时候我才多少啊 18岁 天天跑教育局学校 教育局学校 反正天天我就告他们 最后没办法了 教育局也轰动了 学校也轰动了 最后过了三个月开学 通知我 说你可以入学了 教育局正式批了一个名额 所以补查生 你看我就去了中国一大 所以人生的命运 是不是就差那一点点 就差那一点点 那么就失之千里 如果我不是那次 坚持呢 最后一关 老是不是在那天骂了我 也可能我一辈子 与大学无缘 因为有可能 我们班里头 最好的几个成绩的 都是专业课考 五花克几差 就没考上 中等的学习成绩 好一点点的 还都考上 可见很多命运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差之一毫 失之千里 这一生的命运就转变了 我们那两个最好的同学 一个去卖肉了 后来 开了小卖部卖肉了 一个还真就到 当工厂 当了技术工人 所以你看 命运的转折 对我们是多么的戏弄 在年轻的时候 那么我们上了大学之后 我们还是发现 自己是个很内向的人 首先不勇敢 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是胆怯的 第二个 绝不是最聪明的人 只是我那时候 专业很好 为什么能留校 是因为我专业很好 但是不是班级里 最优秀的学生 那我就常想 那么后来 为什么发生了 这么多的改变呢 包括性格上 越来越顽强 越来越不惧怕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 就是在苦难中磨出来的